有一個就是一直變成我們翻譯者的噩夢 是成語 例如說我印象深刻是那個 三顧茅庫 三顧茅庫 我們就建設到那種翻譯者要注視 在下面解釋歷史什麼 研議制的 這個是很麻煩 那你怎麼翻 三顧茅庫你怎麼翻 就是要解釋啊 三顧茅庫 對啊 你怎麼解釋啊 三顧廁所 要解釋一整段的中國歷史才可以翻譯 對啊 那你怎麼解釋啊 就在下面寫 這是中國歷史的演藝 那個三國演藝的一個部分 才講這個任務跟這個任務的事件 那個很麻煩 但是我到台灣 開始學一個新榮人的成語的時候 因為我身為一個 學問元博 就是 你怎麼會講解釋啊 我才講 我是個才貓旋犬能穩能舞 可以再快轉吧 可以再快轉 外表也長得一個 逢柳俊俏 玉舜凜芬的男人 我覺得中文的成語怎麼這麼有同感 怎麼這麼準確的在描述我這個人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用別的語言 可憐 漢字是跟日本一樣 可憐 然後老婆 可憐是一個 日本的意思喔 就是小小的女生 很可愛的女生的意思 所以日本叫做 對呀 Karen 可憐 可憐是可愛的意思 可愛的小女生 對 對對對 然後讓人家被保護的感覺 這個名字 令人憐惜的小女孩 嗯 小女孩 對 所以很多人名字叫這個 Karen Karen 名字就叫 Karen 可憐 對對對 可是你們日本人叫我的 日本人叫我的英文名字也是Karen 因為你的英文是Karen嘛 對啊 所以我是Karen 沒有這個漢字嘛 Karen 這個漢字嗎 夠了 你幹嘛深呼吸 到底要幹什麼 老婆呢 老婆是那個 台灣的老婆的意思是 太太的意思嘛 對 但是日本的意思是 老的婆婆就是 老婆婆 奶奶 老婆 那你們的 你們的 老婆是叫什麼 奧 奧 奧 漢字是寫奧 對 或者是奧樣 對對對 奧樣 是喔 對對對 奧 以前是這個 老婆不知道這個詞啊 然後跟台灣人聊天的時候 台灣人說 我以為是那個老婆是奶奶嘛 所以是她說 你有老婆嗎 然後我說 我的老婆很久以前過世了 哇塞 然後台灣人的表情變了 然後她說 真的不好意思 很可憐的 你 現在是 單獨嗎 咦 跟我的爺爺 跟單獨有什麼關係 我一直搞不懂 她講什麼 這會不會到 對啊 不會 不會 不會這樣子 然後她一直講 你很可憐 很可憐 我要介紹什麼什麼什麼 我不用了 然後一直講下去 幾桶牙獎這樣子 好尷尬 中文有一些字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一個字 就準確到底了 可以講完一整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中文字 是非常有趣的 這也是外國人 在學中文字的時候 覺得很難的一點 可是中文已經這麼難了 最近還有一些 中文的流行語更難 因為這些流行語 不見得一定是 全部都是 是中國文化字 而且那個是字典 詞典你也找不到 然後有一些可能 還是從國外流進來的 然後翻成一個 我們自己本身的流行語 像這個 那個就是日本來的啊 小確幸 那你中間那字是錯字 你寫錯字了啦 是嗎 杜老師 就是 他八名的一個 小說裡面 他有寫 就是 小小的 確實的幸福 然後小確幸 那日本怎麼說 小小的確實的幸福 那時候我也是問我朋友 到底什麼意思 他就說 他就是用很多句子 來解釋這個意思 他就說 像有點像 就是早上 起床喝一杯咖啡 這是我的小確幸 我想說 他說 沒有 我再跟你講一個 這個你一定會懂 你一定會懂 像禮拜六 你就隨它自然行 就是你的小確幸 我想說 什麼意思 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到底要怎麼 到底要怎麼講 然後就聽他了 差不多 至少二十三 是個例子 我在想到了 應該是在講 就是 the little things in life that make you happy exactly yeah 那後來我才知道 但是我聽了很久 exactly 才有辦法 對 因為英文真的 如果你要 然後就直接把這個翻成英文 我也找不到什麼意思 你們來的時候 剛開始聽到小確幸 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沒有 好像有一段時間 新英文就是在講 我們小確幸 那時候到底是什麼 後來 the little things 從日本來的 這個詞 我有一次跟那個米薇 還有可娜 在路邊走一走 然後前面看到一個 很好的風景 我說哇 好正 然後那個小米說 我看到前面 這就是一個被殺 那我就聽不懂 那那個可娜說 Hot from far but far from hot Hot from far 因為遠遠看就很辣 對 Far from hot 就他正面一看 他離辣還很遠 對 那時候我就有畫面了 那我發現 西班牙文也有 而且更有創意的 是 蝦人女 就是身材很不錯 但是頭不行 要拆掉才能吃 蝦人 蝦人 去那個字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Jong 我跟你講 第一次我看到這個字 大概是十年前 在那個MSN的那個時代 有沒有 人家傳給我 我說這什麼意思啊 所以後來我就查字典 我發現 發音太多了 J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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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g都有 我說到底要這麼發音 我們外文根本沒有辦法 Jong一講 你就可以完全有畫面了 對 你看你說 中文的厲害 就臉就是Jong 有沒有 就是太厲害了 這後來變成網路用詞 Jong 是OK 我是要講那個 嚇到廁所的時候 就是這個 真的 嚇到廁所的時候 對 那個是單純的經驗 好新喔 沒想到你那麼年輕 蘇洋 Oh thank you 因為那個是 就是那個 因為那個 在日本是電視 那個電信公司的一個娃娃 然後那個娃娃 就是她的樣子就很奇怪 就是很可愛 這個樣子 但是來到台灣之後 她為什麼 就這樣 然後那個嚇到廁所的時候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事情 所以也是日本來的喔 對 嚇到廁所的時候 到了台灣之後 就被改變成這樣 對 被這樣子 對 OK OK 完全不一樣 我這邊還有一個網路用語 就是不要不要 吃的 吃的她不要不要 我笑到不要不要的 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然後現在那個不要 還可以把它寫在一起 對 上部下要 對 我用去查字典 那個念 表 表 表 對 所以就是外國人會搞不懂 就是我笑到不要不要 那到底是有笑還是沒有笑 就是要還是不要 就是你吃到 笑到不要不要 就是笑到你叫不要 對 然後他們會搞不懂 以字面上解釋 就是不要是否定的 他們會覺得說 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那除了中文以外啊 有沒有和其他的語言 因為這個翻譯不出來 或是 因為有時候 不是只有中文 你們翻譯不出來 可能你聽到別的語言 他這個語言 在你們國家也沒這個概念 你也翻譯不出來啊 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發生的窘況 有 像義大利 我們沒有乾杯這個字 什麼叫乾杯 就是 好大的那個概念 我們沒有 我們只能 我們只能發出那個音 就是壯碑的那個音 那義大利語的那個音叫什麼呢 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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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義大利語 C.I.N. C.I.N. 琴琴 他有點像 琴就是 琴嘴的那個琴 所以在台灣 其實還滿可愛的 可是呢 我跟你講有一次啊 我跟一個很大的代表團在日本 然後呢 我們的老大 他就跟日本代表團說 來 我們來 琴琴 然後那個日本人他臉綠掉 後來當天晚上我們不懂發生的事 我們回飯店的時候 問我們的日本代表 他就說 因為在日本 據說是 小 雞雞的意思 這個我也犯了 所以他們以為 我們現在嘲笑 你一直講親親 我變臉紅的臉 親親 怎麼會一直講親親 那我聽說是小朋友的用語 是不是 還是大人也可以說親親 都可以 因為他笑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確實 因為大笑的問題 那個代表他以為我們在嘲笑他們 結果我們要開玩笑哦 哪一筆 教育 沒有成交 你看 法文也是有跟英文也是有一些字 我們像Bizzi 我們法文沒有這樣的字 沒有Bizzi 沒有Bizzi 民族性的問題 可以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可以用另外一個字 哪一個人 但是 like the toilet is busy 那這個可以用一個字 但是 how is the traffic traffic is busy 就像塞車的意思 但是我們沒辦法 沒有這個的字跟另外一個不一樣 所以你們從來不會說出 I'm busy na na 很嗎 有感覺過這樣的 就是從來沒有 不會這樣這樣 我們要做一個 要這樣一句話 才可以 一個字就沒有 所以你們真的動作慢到不忙 對啊 因為這個英文的Bizzi還蠻方便 像你 你給我 你穿的衣服是怎麼樣 我覺得有一點Bizzi 小珍姐 我很開心 但是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終於證明法國人被我們懶 因為意大利文確實有Bizzi這個字 是法文美 所以法國真的是懶到沒有Bizzi 然後西班牙懶到沒有辛苦的 有有有有我們有Bizzi是Occupado Occupado 對我們是Occupado 不是Occupado 不是Occupado 但是太長了 我們懶得講 所以就懶得Bizzi 就不會Bizzi 所以也沒有Bizzi這個字 Occupado 太長了 而且我們聽到會覺得 從美國的電影房一過來的一個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的一個概念 Occupado 對 太長了 太妙了 我們不太會用了 因為你問他有沒有Bizzi 他就說CeraVizzi 真的是滿有趣的 所以中文真的是博搭精神 對啦 那所以有些詞都不要亂用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肆強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